一命二蕴,三风水,植物真的不能乱种 你知道有哪些植物不能种在家里吗? 众所周知,植物具有氯化环境,美化空间的作用 不少人喜欢在家里栽种植物 一来能陶冶兴趣,二来还能为居家居环境增添生气 而且依照风水学来说,适当栽种和摆放植物 也能够活化气场,尤其是一些叶片形状呈现达而圆润的植物 更具有招财那气的作用 但其实,许多人不了解 并不是所有植物都适合在洋宅栽种或是摆放的 而今天,鲍伊凡老师就与大家分享其中五种最不适合在家里栽种或摆放的植物吧 一,仙人掌 仙人掌在风水上来说,是危险和倒霉以及会破坏运势的植物 如果长期对着仙人掌,还可能让人的性格变得暴躁,人际关系变差 小人是非,增多的负面效果 二,含羞草 含羞草在风水上来说,是一种很不吉利的花 它会让人变得敏感,情绪化,财运降低,破财 而且还会导致家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嫌隙 时常发生争吵 另外,含羞草也含有毒性 万一造成宠物或小孩物时也是非常危险的 三,彼岸花 彼岸花象征着离别和生死 冥界也称它为皇权之花,冥界之花和隐魂之花 一般来说,彼岸花在越是阴暗潮湿的环境下越能长得茂盛 所以如果在家里再种彼岸花,不但寓意不及,还会招来阴气,影响家中风水 使人的健康和运气下跌 四,绿罗 绿罗是一种无性繁殖的攀藤植物 虽然它容易种植,扎根就能活 但是却因为它极为容易生长的特性 一旦缺乏照料或修剪 就很容易绕着墙壁或围离蔓延生长 引来阴气,导致室内阴阳失衡 影响阳宅风水气场,不利于家中运势 还会招惹小人以及烂桃花的问题产生 五,甲植物 甲植物虽然能让人免去替换水和维护的时间 但因为并不具备生命力 又具有虚伪,作假的象征 所以不仅没有实质的风水效益 还很容易引来虚情假意 以及与人不输的霉运 甚至影响人的判断能力 以及引起烂桃花的产生 以上分享的内容,你都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同时也别忘了关注 鲍一帆老师的各个社交媒体平台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掌握 更多有趣和实用的民俗与风水资讯了 感谢观看